今次的EG顧股推介是中移動941 經濟日報投資業話組選 原因是中移動5G規模全球領先 截至8月底 5G套餐客戶數量按月增加超過9% 按年增長36% 去到超過7億3千多萬戶 是三大中資電訊商之中最多 5G的滲透率達到74.35% 被去年年底大幅提升11.3% 隨著用戶持續升級到5G 有助支持阿富向上 管理層目標今年實現兩個突破 第一 收入破萬億 近年9373億人民幣 第二 利潤再創新高 主要由於今年處於10年大發展階段的利潤高峰期 根據彭博綜合券商預測 中移動今年盈利預料增長7% 去到1347億人民幣 未來三年盈利年複合增長7% 走勢上落 中移動近日突破三角形 五岸三角形 量度升幅計量度升幅 目標是73.2% 昨日收68.05元 策略上有貨的話 繼續可以持有 沒有貨的話 可以等候略為回套到64元附近收集 根據彭博綜合券商 給予12個月 目標價是84元 中線可以作為參考 回套適宜守住60元 現在是下西陣 待會Rafield回答大家的提問 中線可以 好 及均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